这四把锯子可以分为两组 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长短会有一点区别 我们按照常规的拼法 把带直角的拼管靠脚放 不会就成功了吧 哦,可以看到 这个拼头下面的脚这里多了一点 所以才放不下的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把这两块换一下位置 结果还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脚 再试试其他拼法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这样摆是对的 是这块拼头的做工问题 才放不下的呢 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这两块让它们的直角 朝着中心点的方向摆放 这两个空间可以摆另外两块 也是同样的方法 啊,这一块还是放不下 交换一下位置呢 好的,这次可以了 颜色合缝上面也是平的 看到这个答案才知道 其实它和这款锤子拼头的玩法 是差不多的 你们猜到了吗 这个叫钉子扣 玩法是把它们分开 直接分是分不开的 正确的方法 先把左边的这个钉子放正 再拿右边的这个钉子 朝这个位置转半圈 向左轻轻移动 侧着方向就分开了 这个是拐弯抹角 怎样才能把这个U行环取下来呢 如果我们顺着它的轨道走 你会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走到头它就会被挡住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下面我来演示一遍 回到起点 前面的走法和刚才一样 从中间穿过去 往上旋转 智力扣是一种经典的意志玩具 它非常考验逆向思维和观察力 在玩智力解扣的时候 无形中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 空间想象力 逻辑思维以及耐心和专注力 智力解扣难度不一 从易到难 种类多样 成人儿童老人都可以玩 在玩智力解扣 在玩智力解扣